我們聊一下今天台積電 讓土等25個月的688學長們 全數的光榮退伍了 但今天有人追在709 這709的新學弟們 會不會套很久 學長們數饅頭 數到沒日沒夜 總算退伍了 我覺得真的是恭喜他們 這裡面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選到對的股票 坦白講不用擔心抱到天荒地老 不用傳承給下一代 下一代 隔代衝不需要 不用隔代遺傳 沒有這個問題 當然今天很多人很興奮 因為光台積電一檔股票 就漲了51塊錢 漲幅是7.89 盤中最高漲幅超過8% 非常的驚人 當然很多人衝進去買 這個動作是對的 這個動作絕對是對的 買這700以上是對的 我跟你講 這個時候是這樣 你進來 我看著你 你既然要出去 另外一個人說 你既然要進來 大家互相都有不同的想法 可是以今年整個台積電的產業方向來講 我要告訴大家 第一季就是最好的買點 因為台積電只會越來越好 等一下我會證明給各位看 當然封關前 實際上大家還不敢追 但是你看封關完以後 台積電就一路往上走 這是有人做的形式力 因為這中間 這個當然他就想說700 738 那我可能 808 839 888 實際上這中間連大摩都趕快的去調整 他對台積電的目標價 也是因為他看好台股的一個發展 台積電的發展 當然在這當中 因為台積電的大漲也帶動台股 我說實在 50億我就用50計算好了 那1塊錢貢獻8點 那是不是就貢獻400點 所以台股今天至少要漲400點 如果台股今天漲不到400點 落產 代表叫垃圾盤 是 但今天好像不是垃圾盤 但是今天500點 而且盤中噹噹漲停 當然在這過程當中 台股創了新高 有沒有機會上看2萬點 我覺得機會很大 關鍵就在台積電身上 因為台積電的ADR 在過年期間 最高是溢價30% 那我們算了一下 大概可以到800甚至900 如果按照這個邏輯去推算的話 台積電如果還有100到150塊錢的空間 那是不是代表乘以8 我們就很簡單的計算 台股可能都還有1000到1500點的 空間可以漲 如果是這樣 有沒有機會到2萬 我覺得可能性就很高 當然這當中 我們還是要從產業面去思考 我們不能光看到它長 我們就興奮對不對 這當中有一個非常重要 它的好朋友 也是它的好夥伴 就是蘋果 為什麼突然之間 蘋果大單來了 對 今天這個報紙頭版 而且據說3奈米的部分 單量會超過過去的至少5成 那實際上因為大家會覺得說 你蘋果為什麼沒有跟上AI 對 是這個原因 可是實際上你覺得蘋果的能力 做不出一個AI手機嗎 以蘋果的能力 沒有辦法搭上這股AI的熱潮 一定可以 大家仔細去想一想 蘋果的企業文化是什麼 就是你在做 我在觀察 你在跑 我在看 我覺得適當的時候我出手 只要我一出手 嚇到你們 我會做得比你更好 他一定就是要做這件事情 所以表示蘋果已經看到了 他覺得AI這個產業趨勢 是對的 所以他決定後發先制 蘋果每次都後發先制 One more thing 有沒有 一拿出來他都嚇到 哇塞 怎麼還是那一套 不會 所以他的整個訂單上來 所以他現在A17 Pro 不得了 處理的速度 比以前更快 那請問一下 目前放眼過去 你要做這麼先進製成的晶片 誰能做到 台積電 而且還要先進 而且大家別忘了 台積電的COAS的封裝能力 也已經提升上來了 所以台積電 實際上就可以一條龍 去滿足蘋果的訂單 所以一定是台積電 然後再加上不只蘋果 真的是力多持續在放送 最後悔的應該是巴菲特 如果大家知道 這麼早就賣掉 這麼早就賣掉 怕什麼 對不對 你看連海力士 他也要跟台積電組成一個one team 什麼意思就是HBM 這個HBM 不是HBO 是HBM HBM是現在AI領域發展當中 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的元件 就是要發展AI的記憶體 就叫HBM 對 你傳統的記憶體 你的頻寬不夠 你沒辦法吃掉 吃容納那麼多的資料 去做短暫的一個運算 那HBM可以 而且它不會佔你太多的體積 然後它的效能非常好 熱度也不會大幅度的發散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HBM未來在AI這個領域當中 它一定是主流 那既然是主流 誰掌握了幾個技術 海力士 然後包括美光 跟這個三星 那當然目前海力士的占比 相對是比較低的 所以它必須想辦法 集體直追 強強聯手 集體直追的方式 跟台積電聯手 那我想問一下 它跟海力士 強強聯手 未來HBM的訂單 蘋果的訂單 是不是會持續有所表現 所以我們去看 現階段來講 大家 其實今年 華爾街的報告已經出來 就是 這個 先進製程跟成熟製程 其實是分化的 所以先進製程會越來越強 很強 但是成熟製程 你還要小心 中國大陸的搶單 所以就這個部分來講 以它的占比 光先進製程 我們講先進製程 10奈米以下的 90%以上 所以根本就不用擔心 所以我們也發現 相關設備廠 其實從農曆年之前 我們其實在節目 就一直在講 有時候我講第一次 你不聽 我講兩次 你不聽 再講第三次 我還是會苦口婆心 你不要覺得 我會放棄大家 再不聽就真的 錯過賺錢的機會 那就沒有辦法 但是我們的節目 持續的帶大家 在這當中 你注意看 這一次為什麼 2024年 台積電的資本支出 他為什麼不砍 他為什麼不減 他早就知道 我跟你講這些客戶的 這些合作的需求 現在才知道嗎 早就知道 不可能 早就知道 所以他沒有去砍 他的資本支出 你就要看出來 這後面的端倪 今年連大摩都講 今年營收成長20% 明年20% 後年 大摩竟然連後年都看到了 真的太厲害了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當然台積電 他的股性就是這樣 今天衝上來 我覺得後面應該就開始盤整了 我坦白講是這樣 如果說盤整的區間當中 沒有上車人可不可以買台積電 大概多少價位買比較安全 當然如果這中間有一些回檔 你可以進場 你願意持有比較長線 你還是可以抱 但是你一樣要有心理準備 就是你會變學長 你要當學長的心理準備 但是就長線來講 是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你沒有那麼有耐心 其實設備相關的 股本小 營收一直進來 他們股價開始噴的這一種 就是所謂的 這個受惠蘋果追單的設備概念 的確 因為台積電 一月營收在這過年期間公布 交出年月雙正 但其實他的這個夥伴們 好多公司一月營收 是創下歷史新高 我今天準備的這個資料 我從三個角度 因為盈餘的部分 坦白講 我們還是不知道 這裡看到是第三季 但至少這些公司是本來就有賺錢 對不對 你說有虧轉營 什麼這些 我們就不討論 因為我們希望跟上基本面 但是你注意看營收的部分 一月營收為什麼很重要 一月是滿滿的一個月 而且這滿滿的一個月 如果你的業績都沒有上來 你怎麼告訴我 你已經跟上了這個產業的趨勢 所以這裡面我們幫各位找 你看營生年增率 星雲58 四星114 為什麼它可以持續創高 還有包括樊軒 漢柯 華麗這幾個 好 然後重點是什麼 因為如果你去看本益比 很多都已經很高了 20倍 30倍 像四星都100倍了 那怎麼辦 這時候你要用冷靜的思考 我覺得股市在衝的時候 我們要用更冷靜 更客觀的角度去看 我做了一個資料叫PEG PEG就是我去算本益比 我本益比怎麼算 我用四季 就是第三季乘以四 當作一年 好 然後我用現在的價位 當然成長率我用營收 年增率去看 是不是小一 如果是我們就留著 我們很客觀 不是 不好意思 麻煩請你下次再來 小一一可以 我們這樣整理的結果 其實這些股票 真的線型都很漂亮 線型都很漂亮 包括旺系 星雲等等 當然在這當中 我沒有辦法 每一檔都跟大家分享 但我就舉幾檔 來帶各位看一下 你看像這個星雲 它有趣的地方 我為什麼要特別用周線圖 因為你現在如果用日線 你看不出到底它的大架構 你看到星雲 它既然要準備創前面這個高 有趣的事情是 它周線當時創新高 大量的過程中 後面都沒有再出過大量 代表什麼意思 這一群人是死爆活爆 就不賣 它就是不賣 所以如果它真的能夠創高的話 我想問股價有沒有可能 再衝一波 這個點要去想 因為現在三奈米 我剛才就這樣講三奈米 再生金元一定會看好 所以今年的動力一定比去年好 這是一個 股價今天算剛發動了 整理好一陣子了 這種股票是我最喜歡的 這個好強喔 這種股票前面沒有量 你能不能在一出量的時候抓到它 做股票怎麼樣會賺錢 你要買會漲的股票 你會覺得我在講廢話 可是很多人去買會跌的股票啊 對不對 想一想是不是這樣 會漲的股票一定有個樣子 整理過後出量 本來量不多 這個是週限圖 對 突然出量 代表這個股票已經被盯上了 就這個地方 而且有資金來源 不斷地溢注下去 所以你看它才會走出一個大行情 同樣的你看整理過後又來了 又來了 所以行情一定是一波接一波 因為它目前來講 它這個在歐美日都有設廠 就是要去支持它的客戶 那誰的客戶在歐美日都有 歐美日 台積電 就台積電 它沒有跟你講那麼白 你要到哪邊設廠 就歐美日 你的客戶是誰 就在歐美日設廠的人 對啊 有誰 對不對 所以你看現在建廠的 現在實際上大家會覺得說 可是今年你看台積電 我們之前不是講熊本 熊本現在二廠又在規劃了 2027年要上線 要運轉 所以這個趨勢一定是兩三年的 再來我們來看這一個 這個是信宏科 信宏科也是 你看都一波一波 這種基本面好的股票 你會發現它有一個特色 出量它就供 一樣是這個地方 周縣出大量 跌就量縮 對 出量就供 跌就量縮 這種就是好的股票 這種叫基本面的 縣途的資優生 就是我們拿出來當教科書 所以你看最近 在未爆量之前 都還可以偏多少 只要它不是爆量黑K 那其實基本上 基本面 而且今年它有機會挑戰一個股本 如果這個是事實的話 它本益比其實還不高 重點是現在大家的建廠都要走環保 廢疫的回收 廢水的處理 這個是它的專業 所以我覺得接下來 這個部分大家不要小看 未來兩三年就是半導體產業 持續噴發的這個時代 台股金融年 這個家權指數再創下 歷史新天價最大工程 來自於美國股市的火力助攻 美國股市在台股封關期間 腰股背出 哪些個股有夠腰 台股誰可以受惠 我們等一下都會說 現在講兩檔股票一檔是輝達 輝達股價續創新高 而美超維也再噴50% 其中輝達市值飆上1.78兆美元 打扮亞馬遜成為 美股市值第三大的企業 僅次於微軟跟蘋果 也讓創辦人黃仁勳的身價 突破了2兆台幣 而輝達將在2月21號公布財報 華爾街大咖搶買輝達 AI一軍有機會再起 不過討論度最高的是這一位 也是台灣老闆的美超維 看看美超維這個線圖 補充哥2月份 光2月份就漲了50% 不過是做伺服器飢渴 怎麼股價這麼強 對 沒錯 事實上最近一段時間來說 我們台股會大漲 主要就是美股在這個 我們封關的這段時間裡面 來說出現大漲 那大漲來說主要兩檔股票 一個就是美超維 另外一個就是NVIDIA 好 那我們看美超維 美超維真的有點誇張 為什麼這樣說 事實上它在這個今年的時候 年初的時候 其實還不到300多塊的時間 結果沒想到300多塊之後 它一路飆 800多 它現在盤後 已經快要漲到900 短短時間漲這麼多 特別在我們封關時間 它漲了大概約5成 成為是討論度最高 現在不只是台灣在討論 連美國都在討論說 怎麼會有這檔股票 好 那我們講 事實上它的創辦人 美超維就覺得說 它是美國公司 沒有 它是徹徹底底 它叫做美皮台股 也就是說它事實上是 創辦人是梁建厚 是台灣人 而且它是台灣嘉義人 它做的是什麼 你看 有時候主機板的SMT 就是組裝 還有電源供應器 還有金屬的切割 充壓 還有全機的整合系統 然後包括說電源供應器的設計 然後還有開發水冷室 液冷室 所以它等於是它可以從頭到 你只好跟我說你要怎樣的 我都可以幫你生產 另外一個它這幾年 在強打一個就是綠色 就是說它很多東西 都經過綠色認證 所以很多人寧願為了它 花更高的錢去買這種省電 或是說有綠色標章的 相關的它的所謂機質 所以它的機質是相當好 你看獲得像Intel 美國太空總署 都來給它使用 買這個綠色伺服器 當然它是NVIDIA 非常重要的一個合作夥伴 好 讓我講除了這個SMCI 這個所謂美超為股價大漲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NVIDIA NVIDIA來說 它從台股封關的時間 約莫漲了大概8.3%左右 然後衝過這個700大關 它這個衝過7 它這個很誇張 為什麼 你看它現在一路大漲之後 昨天它的市值一度超越 Google的母公司AlphaBank 位居美股的第三 它為什麼會大漲 主要原因是因為 約莫下個禮拜21號的時候 它要公布上一季的營收報告 但營收報告來說 目前為止華爾街都預估說 至少要前一年增加可能兩倍 210%左右 202億美金 所以先卡位就對了 對 甚至還有人預估說 可能最樂觀可以成長到 230億美金 那它當然不只是說 上一季的業績非常樂觀 甚至人家也不排除說 黃仁勳會說 接下來那下一季的 這個展望也很樂觀 那這樣當然股價會繼續噴 所以你可以看到 為什麼最近一段時間 這個瑞銀或者說瑞稅 都上調它的這個目標價 你看其實它從最早580 625 現在都調到850跟825 那事實上現在也700多塊 所以你說它可能還有空間 那如果它真的繼續漲的話 那當然會拉大成 AI股的這個比價空間 好 那為什麼會這樣漲 主要原因是你看 NVIDIA的黃仁勳最近 他也在這個吹勳 不能說吹勳 在推銷他的AI的美夢 譬如說他到杜拜 參加所謂世界政府的高峰會 去中東 他就說什麼 我們要打造所謂國家AI 就是說他認為說 未來AI 你自己的國家如果沒有AI的話 他把它視為說一個 主控AI的基礎建設 然後保護自己本身的歷史文化 資料安全 國家安全等等 還有經濟等等 所以一個國家的運作要靠AI 各個國家自己掌握相關的技術 對 而且你要把AI視成 是個國家基礎建設的一環 不然他這樣講 那當然這個整個AI 全世界每個國家都要做AI 對 特別是中東的國家 很有錢 所以你知道事實上 整個AI美夢來說 我覺得是還沒有做完的一個狀況 這個是輝達 自己推出他們自家版的GPT 然後它是Chat with RTX RTX事實上是它自己本身的 所謂它的顯卡的相關的代號 它這個代號是什麼意思 它這個你可以把它 下載到你自己的主機裡面 主機裡面它就可以運行 你就只要把它下載下來之後 它的規格只要用8GB左右的 RTX30或40系列的顯示卡 就你有RTX的顯卡 就可以下載這個 這規格沒有很高 但是你可以支援很多檔案 譬如說你可以做什麼 你可以給他YT的影片 給他YT影片之後 然後就可以給他 譬如說我弄了一個 明君拍了一個影片 弄進去 弄進去給他看之後 然後我現在問他說 明君剛才講的什麼 或明君的時候 他可以跟你畫得非常清楚 這樣一個狀況 除了這個GPT Chat with RTX之外 這是揮答在推的 另外一個 最近有人推一個所謂AI的眼鏡 叫Frame這個東西 但你看它其實 外型就是真的一個眼鏡差不多 眼鏡你看看就很像眼鏡對不對 但其實它裡面有內建非常多的 包括說像它這個顯示 它其實這兩個這個鏡片 就是一個顯示器 它可以顯示在你的鏡片上面 顯示器顯示在鏡片上面來說 你可以獲得什麼AI翻譯 譬如說我裡面的 我把它調成說 假設我是懂中文的 那我就美國去 我要轉成說我要中文的翻譯 對 英翻中或中翻英 我看到了 我看到這英文字的同時 會有中文字顯示在我這邊 現在手機有這樣的功能 但是眼鏡上面就更方便了 這更直覺對不對 你看到什麼 就變成是什麼的一個狀況 然後你看到這個 這個可頌很好吃 可頌它有多少營養 它這個GPT 這個所謂的卡路里爆表 或是怎樣你就知道 甚至現在有人把它養動進入什麼 用來養魚 養魚來說 每一隻魚用視覺判斷 每隻魚的狀況 我都可以把它養得非常好 甚至有多少魚 都可以算得非常清楚 這個在過去一段時間 你真的在漁場 在漁場裡面有多少魚 你根本完全搞不清楚 未來就可以這樣一個狀況 甚至還有一個SAS 它是一個軟體公司 它有創新一個叫 Repeerless Pie的自動的功能 它是什麼功能 因為事實上現在很多人 都要所謂的用短引音對不對 但短引音來說 對很多人來說 像我好了 我可能比較會寫文章 但是我不會拍短引音 但是它有什麼功能 它只要 它這個平台可以把你X 就是我們以前的Twitter 評文裡面的段文字 你只要跟他說 我要生成成影片 然後他就把它轉成影片 這樣一個狀況 所以對很多原本不懂的 短引音來說的話 你就非常好在做 所以事實上現在AI的功能 我就講 今年是AI功能會大爆發的一年 AI的發展 未來如果搭配科技的進步跟運用 應該會有更大的想像空間 那股價會不會也有想像空間 我們先從剛才我們講的 美超微來談起 是 哇 昌星哥怎麼有辦法 美超微在二月份就漲了50% 沒有最高只有更高 它是做一條龍的伺服器的 這個組裝的一個公司 如果它可以想有這麼高的本益比 那台股的AI一軍有沒有機會 再重新複製去年5月的AI大浪潮 我們不要講說創新高 至少過前高 或是說再向上漲有沒有空間 你要找毛利相對比較高的 比較有機會 所以我們在過年的期間 基本上 這個一月的營收通通都開出來了 所以第一個你要去看 假設現在的這些AI 是見在懸上的話 基本上你的營收應該要往上去拉 所以我們看到 其實我把它排列出來 這一類列出來之後 其實大部分都有跟伺服器相關的 或是所謂的封裝測試相關的 大部分今天我們看到 技嘉為什麼這麼強 因為什麼 營收怎麼樣 月增百分之31 然後年增百分之106 對不對 所以你看 外資跟投信早就進去卡位 人家真的有跟上 有跟上 所以說其實各位要知道 其實這一次 黃仁勳來台灣 他有點名九大虎 這樣對不對 技嘉就是其中心 所以我認為 第一個大家要觀察重點就是說 營收到底有沒有跟上來 所以大家看到 其實在1234我列出來的這個 前五名 基本上單月營收都是月增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別留意 如果單月的營收沒有跟上的話 那麼這一次的反彈 可能相對就會比較弱 雖然偉創跟廣達今天也是漲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 月的營收一定要趕快跟上 這樣才有機會怎麼樣 至少三月份 四月份 要趕快看到成績 對 要看到成績 因為二月的工作天空比較少 這些AI伺服器 其實不缺訂單 只缺題材跟毛利跟營收 這些通通加進來的話 基本上就有機會 包含你看機能電子 其實這些做封測 它的毛利率大概都30比8左右 所以相對就比較高 所以我認為你找毛利高的 那有機會的 好 那這邊的一個類股 我認為AI的伺服器 就像明星剛才講的 有沒有機會創新高 我認為你第一個要看的 它底部已經足出來了 所以它開始在墊高 有沒有打底完成 對 底部已經打底完成了 逐步在墊高的同時 只要美國的伺服器概念股 美超有持續創高的話 台股的AI概念股 我認為都沒有太大的問題 那我就挑兩個 一個是AI的這些所謂的伺服器 那一個是這個所謂的封測 那伺服器裡面 我們看到鷹夜達 其實鷹夜達各位可以看到 會挑鷹夜達 因為剛才看表格 它是有出現年月雙征 但是講到AI一軍裡面 比較少會提到它 這都是廣達偽創 對 所以說 你說這樣就說 它可能不算是一軍 但是它的表現 我認為相對它有一個轉型 因為它有要轉型投這IP 所以我認為 第一個我們如果看技術形態的話 它是一關比一關高 今天雖然開高走低 相對來說還是漲了 漲了大概2.65% 我認為現在觀察鷹夜達 只有一個重點就是說 假設它的營收是月增且年增的狀態之下 我們來看到 你看 鷹夜達它相對在去年的同期 基本上已經大幅的上升了 所以第一個 竿子是真的有進來 有 好 鷹夜達它自己說 它們的現在狀況是 NB的出貨量持平 NB出貨量不錯 可是怎麼樣 接下來AI伺服器的倍增的表現 會倍增 所以今年度應該會有雙位數的成長 也就是我認為 鷹夜達現在的一個重點是 誰在買 外資主要在買 今天大家知道 外資大概買了500多億的台股 大概都是買台積電機多 台積電買很多 所以你要跟著說 剛才我們看到 廣達也好 偉創也好 都有買 鷹夜達相對比較便宜 但是外資一樣 不離不棄如果在買的狀況下 我認為相對來說 鷹夜達的位階相對比較低一些 所以大家可以來做這樣的一個留意 接下來我們來看封測的部分 封測的部分我認為 晶圓店其實今天是第一根突破 第一根突破的狀況下 其實我剛才就提過了 毛利它相對比較高 毛利高 第一個我們來看籌碼有沒有集中 籌碼其實它算還算滿集中 所以它這邊算什麼 在中檔震盪 然後開始 有人籌碼一直吸 籌碼開始吸 吸完之後 這個是什麼 投信 這一組是投信派 所以投信反而我認為 投信相對比較保守 投信大家知道今天還賣草 所以投信它不要去追高 所以投信它寧可去找什麼 好啦 你們再做制服器 制服器毛利比較低 好 我來做封測 封測的毛利比較高的狀況下 殖利率相對也比較高 好 那你看看 它的營收同樣的道理 現在其實月針如果上不去的話 你就看它有沒有年針 其實相對來說 年針都有什麼 都有往上去衝的狀況下 好啦 重點來了 它是切入什麼 AI跟COAX的什麼的封測 所以我認為 其實在這樣的一個狀況下 如果今年度的下半年 跟COAX相關的這些封測的話 其實它都有台積電效應 所以台積電漲 你買不到700700多塊 相對來說有這些高階封測 我認為兩個重點 第一個 營收能夠什麼 月針 如果沒有月針 至少要有年針 第二個重點是毛利率要高 用這樣的道理 去挑這些AI概念股的話 我認為今年度在這邊 你不敢去追創高的 應該可以去追什麼 打底網上的這些概念 好 全球股市最強的近期 不是美股 而是日股 日股在創下34年來的新高 攻上了38000點大關 當中活力最猛的 除了汽車類股之外 市值增加最多的一檔股票 那就是軟銀了 軟銀近期又成為投資市場寵兒 因為旗下的IP公司 最新一季猜測 由於預期股價三天狂噴一倍 就連當初取清不成的 灰打也扎大錢投資安謀 過去我們講到孫正義 這軟銀的執行長 很會投資公司都是 無往不利擋擋賺錢 但之前慘遭滑鐵爐 這一次靠著AI 靠著ARM的熱潮 能夠迎來逆轉勝嗎 是 我們不要再說 日本是泡沫經濟的20年了 大家看一下 睽違34年衝破38000點 你要知道前陣子 日股的最低 日經指數最低還來到了26000多 我跟你講日經指數的 在歷史上最高是38000多 所以它有沒有可能 錯過它的歷史新高 這是很有可能的 因為日經指數的上漲 當然也帶動了很多產業 它的市值增加 軟銀之所以會在這一波 日股大漲而市值大幅上漲 排第三 是因為它的安謀 好 現在我們就把亮點 看到安謀了 安謀 大家看一下 其實它在美國IPO的時間並不長 去年9月才上IPO的 從去年當時它IPO的價格是多少 51 當然當天它上漲就25%了 後來一度三個月之後 又跌到了當時上市 對 當時發行的價格 可是我們也曉得 這個股票其實是 當初孫正義安謀本來他認為 因為他受制於中國市場牽動太大 所以本來一度要賣個虧打 那時候還出來價格是多少 400億 結果他沒賣 那沒賣 那孫正義就想 我沒賣我該怎麼辦 沒關係 我們想辦法讓安謀轉型 第一個我先跑的就去年 跑到美國去IPO 第二個我想辦法用AI讓他鍍金 他這兩招全部受效 好厲害 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我以昨天安謀的收盤價 126.4美金 他會說什麼概念 我告訴你 他這一個禮拜 他竟然就漲了快290% 一個禮拜 接近一倍 你知道這一個禮拜 漲290% 就讓孫正義一個禮拜的財產 多了176億 你知道其實現在全世界 有三大CPU架構 那麼我們一般熟悉的桌面 或是這個數據中心 是用的是S86 那也有像是比方說手機 那手機用的是什麼 手機用的就是ARM架構 我舉以蓋房子為例 如果說今天我剛講的超微 或者是Intel 它是蓋房子的品牌 它是建築公司 然後下面可能會有很多的料件 供應商 比方說鋼架 比方說衛浴設備 磁磚 加上聯發科 高通 你們這些人我管你是誰 我管你上還是下 你都要給我軟體授權費 他不是也只賺軟體授權費 他也做晶片 所以變成說 今天他只要出來正必一呼說 我以後不只賺授權費 我也不只做晶片 我要開始從 因為我們現在都暱稱ARM 是移動之王 什麼意思 就是手機 你手機為什麼能滑 觀眾朋友 你手機沒有安謀你就不能滑 這雖然說法有點誇張 但你就知道它在手機裡面 它的CPU架構 是佔了多大的試占比率 多少 99% 99% 都是用安謀的架構 手機才能運行 明君我現在告訴你 什麼叫做浴火重盛 如果它本來是靠軟體授權費賺錢 靠晶片設計來賺錢 但它突然告訴你 我以後還要靠車用晶片來賺錢 我以後還要靠雲端 我還要靠伺服器晶片來賺錢 你說它的股價是不是有很大的想像空間 這投資人會買單 如果台積電今天都能夠漲到歷史天價 都能夠一度破700了 那它又為什麼不能成為全球科技 軟的台積電 因為它是以軟體授權費為主 好 講到孫正義 現在下巴可以抬得高高的 為什麼 受惠於安謀股價的標獎 我跟你講它身價暴漲1176 再講到孫正義這個人也很妙 其實當時他不是說他想要賣 這個我們說的安謀 你知道為什麼 來這邊我講個小故事給觀眾朋友聽 你知道安謀是日本公司 它是在英國註冊 那你在英國你就得看誰臉色 美國 那中美貿易戰 美國想要對中國做晶片禁慮與封鎖 那你要不要聽話 你要乖乖聽話 那為什麼我們一直都在講說 安謀最大的市場來自於中國 它有25%來自於中國 常見的晶片架構 就我們講的CPU架構 S86 英特爾超微 我們真的是很安謀 它是移動之王 手機都靠它 桌面跟技術中心都靠它 但現在出現了一個 我們講算漏洞嗎 被中國看到了說 你在美國封鎖我晶片經濟之下 我看到一線曙光 Risk 5 那為什麼呢 因為Risk 5現在 你知道美國它現在不管是封鎖也好 或者是監管也好 它目前只到了S86跟2 它還沒有到Risk 5 所以現在中國投下了大筆的錢 在Risk 5的部分 看能不能找出他們 未來晶片的一條路 所以安謀唯一的軟肋 就是在於它受制於中國 我剛才說了 有25%的市場是在中國 而中國現在又可能 希望能夠擺脫英 美等等 他們對於晶片禁令的前置 去走出另外一條路 所以未來我們會發現在 CPU的架構當中 美國會不會把監管經理給擴大 中國該如何殺出一條血路 而讓他們必須要再去找別的市場 走出另外一條路 我們欺慕待 好 安謀股價在我們台股封關期間狂飆 三天就飆漲一倍 那講到安謀大家知道 他是有IP系制裁的 台股的IP系制裁 造就了非常多的千元的股王股后 那今天股價也受到了這個激勵 股價向上帶動 不過最亮也有兩檔 我們來談一談 一檔是很早就供到亮燈掌停板 是6533的金星科 我今天覺得很好奇說 明明就是安謀大漲新聞 第一個人想到社會是智原 那他智原開高還走低 尾盤才拉高 反倒是金星科比他強 一下子拉上去就鎖住了 為什麼 我想其實大家一定要觀察一個重點 就是其實這叫漲價的比價效應 就是說假設安謀接下來漲價之後 基礎基本上Risk crime是誰用 是中國用 其實我們在上面一段其實提到 其實中國受到美國的制裁之下 必須要自己開發 那Risk 5大家只要記得一個叫做什麼 自行開發的開放式架構 對 也就這樣開放式架構的狀況下 不容易被美國直接控制住 那也就是它受惠來自於什麼 來自於中國的訂單 IP的細製裁概念股 其實你要怎麼樣來做挑選 我覺得投資朋友其實 有錢就可以挑選 對 因為都很貴 我先講認真的 明君講的話絕對是對 如果你是資金比較充足的 現在的法人也流行一句話 只要怎麼樣 只要股王四星KY 沒有掛掉整個台股就會往上 所以其實現在的目標價 可能都看五字頭六字頭 就五千或六千 對於一般的股民來說 可能太貴了 就太貴了 所以我認為現在挑的挑選方式 還是只有一個重點 基本上要看什麼 營收跟現在的所謂的 我們看到EPS的預估 有沒有能夠什麼搭上線 我先跟大家講 為什麼這樣子一字排開 創意特別的弱 因為創意已經公佈了 第四季的EPS 就2023的第四季 本來預估是7塊 開出來5塊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月營收減 然後整體的什麼 本來預估是30塊 開起來26塊 表示不如預期的狀況下 你看法人通通在減 所以外資 投信的通通在減 那這樣的弱勢的格局 就千萬不要去摸 為什麼 因為以細製財的 這類的股票來說 基本上就是看營收 因為你去看本益比 你去看這些所謂的影片 看不出來 本益比都非常高 大家來看 我這個都已經從預估了 用營收去預估了 你看170倍 190倍 所以意思就是說 它是要看成長性 那回過頭來 成長性最好去做 砍分的方式是什麼 就是月有沒有增 年有沒有增 所以我就從這樣排序下 你看力旺 金星科 四星KY 資源基本上你看 一字排開 資源可能差了一點點 但是各位可以看到 都有月增200% 41%和20% 所以你看金星科今天漲 不無道理 所以現在第一個重點 就在於說 整體的市場 有沒有往上的這個量進來 營收有進來就有機會 這就是什麼 這是1月份開出來的單子 第二個就是說 整體預估的EPS 大家來看 四星KY預估賺44塊 現在如果以今天的價格 因為今天四星也是大漲 除起來各位可以看到 還什麼 本益比98倍 好 今天有兩大陣營 兩個選股的方法 第一個是IP股 因為很難用本益比預估 如果營收有機會 轉正下上的話 可以考慮 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都是賺錢的 我們就看股王世新 跟他的車尾燈 對 他如果往上拉的話 願意給這麼高的本益比 那本益比比較低的話 就有機會補漲 第一個我們來講金星科 金星科基本上 我們剛才就提到了 Risk5他是大贏家 所以今天一開板 直接拉上去 而且說在去年IP狂漲的時候 他其實沒什麼漲 對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為什麼我們今天特別挑金星科 我說老實話 金星科在年前還沒什麼漲 還有壓迴對不對 所以他的籌碼好不好 第一個 籌碼集中度 看起來是不錯的 已經開始集中了 所以我認為 從什麼520左右這邊 開始籌碼集中做神殿 第二個外資在年前先買 然後稍微調節 今天我想應該也是買進來 所以這樣的一個狀況下 金星科的籌碼面 和他的技術型態 我認為算是什麼 算是剛剛做突破 如果說你說 我們如果要跟什麼 跟梅谷走 跟暗走 跟安某走 對 安某走也是一樣 你看資源 資源我覺得他還是成功轉型 因為之前資源都做 成熟自成 車用半導體對不對 所以同樣道理 這邊也正的 雖然這邊也是往上拉 可是去年其實各位看到 去年一整年基本上 我認為都是在300塊左右 去做震盪對不對 好 接下來的重點就是說 我們現在來看籌碼 一樣 羊群持股就是一般散戶 它的持股相對是低的 一般主力是六成以上 所以大戶的一個持股 主力都還持有它 而且各位可以看到 它並不像KY4E 是一路往上衝 它是盤一盤往上衝 所以以資源的籌碼來說 相對比較穩定 那三大富蘭買來說 開始什麼 開始做壓縮收斂 所以我認為 它不是三大富蘭在買 是主力在買 因為它的籌碼是在主力上 好 那重點來了 資源現在頭 雖然說這個量能 它的所謂的營收是往下掉 可是它是怎麼樣 它是切入先進製程 所以它看的是怎麼樣 我切入先進製程之後 我們第一段提到 如果我能夠跟KY4E來比價 那是不是我就怎麼樣 我就可以把我的本益比拉升 對 因為目前本益比 70幾倍左右 對 所以簡單來說 如果能夠跟AMP 跟Intel因為它已經打進去 先進製程了 同樣做SOEC的 最先進製程的話 這個.18A 那事實上跟台積電 就不上上下 它就切進去 第二個怎麼樣 兩奈米的什麼 也鋪路 所以今年的話 給於本益比如果40億倍的話 外資的目標價 就從什麼430 拉到480左右 所以以這樣的一個角度來講 各位可以看到 包含資源跟金星科 都是這些IP概念股裡面 我認為相對來說 500幾個 雖然你還是認為很貴 比起4000多塊 4000多塊 我認為500多塊 你要去觀察這個 第一個本益比相對低 第二個營收往上拉 第三個就怎麼樣 今年度如果跟這些所謂 我們看到看到 META Intel 如果有跟他們切入 這些先進製程的話 這些IP概念股 我認為就是看著 如果營收持續上工的話 就有機會再創新高 尾巴戰爭打到現在 以色列下定決心要發動 全面的殲滅戰爭 為什麼從幾個畫面 可以證明出他們的野心跟決心 第一個是 有一段畫面看到哈馬斯的領袖 辛瓦帶著妻女在地道逃跑 頭目都跑了 其他高層也鳥獸散 在逃跑過程當中 還遭到以色列軍方的擊殺 以色列現在揚言不停火 因為為什麼 局勢現在明顯對以色列來說 戰上崩嗎 的確 我們看到這段影片 是怎麼一回事 就是哈馬斯的首領 他其實這個影片 還不是最近拍的 他其實在10月 去年10月衝突一開始的時候 那時候他的首領 就已經要帶著他的親 你看他的小孩走前面 然後太太走中間 然後他自己走最後面 然後幹嘛 他們就沿著這個地道 然後點個燈 拿個手電筒 就這樣逃出去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實當哈馬斯的這些首領 發動了這場戰爭之後 發現不得了 這次玩太大 以色列真的發狠了 你知道嗎 就是當以色列發狠 就決定要把哈馬斯 從地球表面把它插去的時候 這個時候 他們這些高層的 然後有訊息 快速的能夠知道的 就是以色列這次不跟你鬆手了 所以趕快要把妻 女 小孩等等 趕快移出加薩地區幹嘛呢 讓他們能夠到一個安全的地方 可憐的就是當地剩下的那些 加薩地區的巴勒斯坦人 這些頭目們都跑光了 剩下的只能讓他們留下來 跟著以色列軍隊共同對戰 而且其實以當時在加薩地區來講 現在以色列他整個攻勢 已經完全占了上風 因為以加薩地區的 這些哈馬斯民兵來說 他們手上有的武器 甚至有的火箭 像最近我們也發現 哈馬斯能夠對以色列 再發動火箭攻擊的新聞或訊息 幾乎已經是少之又少 也就代表說 今天以色列已經完全控制了 加薩地區 而且對加薩地區的一舉一動 都能夠非常精準地掌握 所以哈馬斯在這個地方 殘餘的軍力 也沒有辦法發揮太大作用 甚至於更慘的是什麼呢 還有包含 他在過年期間 過年期間我們過的農曆新年 非常快樂 但是你知道在加薩地區 這個戰勢完全沒有停歇 以色列這個軍隊 還好對社區發動空襲 而且精準打擊 而且甚至於以色列國防軍 還說他們事後 能夠從擊毀的這些殘骸 或生物激震之中 確定他們拘殺了多名的 哈馬斯高級官員 他們說至少有三個人 包含高級指揮官艾爾哈麥德 還有兩個他的副手等等 都在這次攻擊中拘殺成功 以色列怎麼掌握到這些的 哈馬斯高官的移動的訊息 其實很簡單 就是靠一個包含監聽 還有人音情報 也就是說當人音情報告訴他們說 這些哈馬斯高官準備要 在什麼時候搭車走了 然後以色列也會透過 包含無線電 還有包含手機 這種通訊系統的監聽訊息 得知當他們出來 而且搭了哪幾輛車走的時候 以色列部隊就會利用戰機 發動精準打擊 然後將他們在路上拘殺 我們之前這段時間過年的時候 一直有聽到風聲 什麼風聲呢 哈馬斯透過各種管道 跟以色列傳遞訊息說 我們願意跟你們談判 我們願意把手中的人質交給你們 我們也願意跟你進行一個 長時間的停火 但是因為現在 由於這一次去年10月7號這個行動 真的是把以色列搞火了 所以以色列現在等於說是 抗拒全世界的輿論的壓力 就是要把你哈馬斯從地球上 徹底的消滅掉 所以在這情況下你說 今天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 就直接說哈馬斯的建議 想要停火 想要交換俘虜 想要如何 通通是意想天開 今天以色列只有徹底的消滅 哈馬斯 這個時候加沙地區 才能夠真正換得和平 所以也就是說 現在對於哈馬斯來講 他可能真是要被以色列 逼到牆角裡面 為什麼 因為以色列在這一次的行動中 決心要把加沙地區 長期襲擾以色列 哈馬斯部隊跟民兵 徹底的解決 好 看起來以色列現在 這個戰士居上風 有扭轉局勢的跡象 另外一批恩物戰爭是不是 烏克蘭軍方也開始扭轉局勢 我們知道其實烏克蘭 又擊沉了俄羅斯 黑海艦隊的登陸艦 警方俄羅斯宣告 我們也有發動反擊 擊落6架無人機 但是烏克蘭這次不是靠無人機 去這個集成登陸艦 而是靠國造的武裝無人艇 而且他多次在黑海艦隊的 這個戰事當中建工 我想問孝偉哥 這個無人機跟無人艇 為什麼無人艇可以發揮 在這個攻擊黑海艦隊當中 有這麼卓越的效能 好 這次俄羅斯的黑海艦隊說真的 其實從開戰到現在 一直是可以用灰頭土臉來形容 之前證據他們那個非常大的 光榮街巡洋艦莫斯科瓦都被擊沉了 這次又被擊沉一艘登陸艦 因為想以登陸艦來講 它的主要任務相對來說 登陸艦的武裝跟防護 的確也是比較差一點 幹嘛呢 他要載運大量的部隊 然後到敵方的水域之後 讓他的部隊能夠快速地 進行這樣一個搶灘 這次這個行動是在夜間 而且烏克蘭他這次可以說 是非常靈活地運用了無人機 加上無人艇 為什麼我們會說無人機跟無人艇 它最主要就是要能夠 飽和這個戰車登陸艦上面的 防空系統或是監視系統 也就是說當船上的人 忙著去應付空中的無人機的時候 這個時候無人艇就悄悄地上來了 而且把它在前邊爆炸 把它炸毀 為什麼 其實說真的 這種用小艇來攻擊這種大軍艦 絕對不是這種毫無勝算的攻擊 大家想想在2000年的時候 就曾經在夜門港發生過一個事情 什麼事情 美國驅逐艦克爾號要去加油 結果就有兩個人 洋裝是港邊的工作人員 就開著小艇過來 然後船就靠上去 然後就自殺式引爆船上的炸藥 那時候把克爾號驅逐艦 炸出了一個大洞 同樣的像這個船 它如果說今天烏克蘭 他們用這種無人艇 它這個無人艇其實並不大 它這個無人艇 它其實你看到 它的尺寸非常小 因為以針對這麼大一艘的燈物件來講的話 這個無人艇你看它本身 你看了不起大概三五公尺長 然後但是它的速度可以達到22节 也就大概差不多快要40公里 然後最大速度可以用大概 接近70公里的速度衝刺 然後續航力也不差 但是它最大特色在哪裡 因為它本身這個無人艇 它可以做到非常的扁平 而且扁小 所以在海上的時候 航行的時候 因為我們知道海裡面一定有浪 甚至還會有泳 所以在這個無人艇開過來的時候 它可能在這個涌浪裡面 上上下下 上上下下 然後你軍艦腦上 其實並沒有辦法 一直持續的監控監測它 然後等到當這個無人艇 已經接近到這個軍艦 非常近的時候 它再提示發動衝鋒 而且像這種無人艇 它可以一次多騷的這樣衝上來 多騷的這樣衝上來的時候 就算你這個軍艦上有三頭六倍 有那麼多的防護系統 可能都沒有辦法在對轉的時間之內 一次把它殲滅 所以只要有任何一艘靠上去 那科爾號事件基本上就重演了 不過當然到現在 我們也看到俄羅斯它這幾年 我們也發現它軍事裝備 好像越打越多 並不是 它其實從開戰到現在 他們英國的情報系統也說 其實俄羅斯大概打到現在 已經損失了接近3000輛主戰車 也就是大概2900輛左右 這個時候俄羅斯要怎麼辦 之前我們跟大家講 俄羅斯有一個工廠 號稱一個月可以整出 100輛戰車對不對 它怎麼一回事其實就把這些 冷戰時期的場客 比如說什麼T55 比較舊的T7社或是T80戰車 重新改裝嗎 對 從儲存廠裡面拿出來 因為過去你看像這個火車上 不然怎麼可能那麼快的速度 對 你看從儲存廠裡面 把這些車通通運到工廠裡面去 然後這個工廠 類似像我們講到起風作業 因為它那個都是封存的車 封存車把它拿出來 可能引擎要更新 或者引擎要重新的上游 然後砲管要重新的保養 裝備要重新弄以後 所以它一個月 可以用100輛的速度 讓這些車輛重新進到部隊之中 也是非常快 而且除此之外 除了俄羅斯部隊 它有能夠控制到這種雖然舊 但是不管怎麼講 一台戰車在前線上跑 在打仗的時候還是一輛戰車 它還是有砲 威力不容小覷 但其實現在俄羅斯它本身 甚至於更在原先的 波羅的海三角國邊 比如說愛沙尼亞 拉索維亞 立陶宛中邊 開始檳城國境 為什麼 愛沙尼亞對外情報局 它就說 他們發現最近跟愛沙尼亞 接壤的這些俄羅斯的領土 這些部隊數量變多了 為什麼 甚至於他們認為 未來部署到波羅的海 跟芬蘭邊境的俄羅斯的軍隊 可能會達到原先過去的 大概一倍左右 也就是說會比過去的 這個數量更多 那這個時候 未來十年 是俄羅斯會不會好 就趁這個俄烏衝突之後 對北約國家一舉進行攻擊 不過當然啦 這個地方我們都必須要說 任何情報單位 都要對任何的這種狀況 做個比較悲觀的預測 我個人是認為 俄羅斯它現在認為 因為面對到西方 特別是北約這麼強大的壓力 它現在其實有一種 極大的危機感 我認為說 你都已經在烏克蘭這樣搞我了 你哪天突然從愛沙尼亞 拉索維亞 立陶宛 這個都要殺進來 我不得不防啊 對 所以俄羅斯來講 它冰城國際